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很高興這個電影可以在台灣上映 這張新史可以上 不要再簽了好不好 對 因為 因為 對 因為我其實在開始拍 或者是在開始寫劇本的時候 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電影最終有沒有機會 跟中國在內的很多觀眾見面 那麼這電影昨天在中國大陸上映了 然後現在又得了這個獎 對 所以特別開心 因為這個電影講得深的是 社會中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 所以它跟觀眾見面的問題 其實非常重要 是 剛才您提到就是說 片中用這兩位小女孩大主角 可是其中一個看了半部的劇本 另外也完全不看劇本 這樣子怎麼交戲啊 因為他們兩個在KM的表現 就我們看成品來講是非常之好 那是怎麼讓他們進入的狀態 對 因為 對 因為 對 因為他們都會演這個受害人的小文 因為這個中文竣才十一歲 所以他 對 所以他不可能有這樣的體驗 或者這個能夠理解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跟他講這個法 完全讓他去專注於 對 因為這也是基本上設定的 對 所以他呢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精彩 就是我們排練的時候 很多身份都很好 但是到盡頭前每一次都很好 所以我們也特別意外 特別驚喜吧 然後文綺呢 他的第一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只要專注想好自己演這個 這個是一個流浪兒童 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多掙那五塊錢 而他是一個不會去 所以我每天過去 我都不一定會演這樣一個人 所以他反而我就說 你不要去 是問了 你過去是什麼 沒有過去 你每天看的是前面 你看的是現在 你天不怕地不怕 誰都不怕 你不要別人來憐憐你 你是個非常強的人 所以讓他專注在這些東西 我覺得反而是幫助他的表演 不過導演的功力確實非常之強大 不過讓這個沒看過劇本 跟讀半部劇本的兩個小女孩 可以演得這麼的好 另外一個問題是 剛才你也提到說 包括已經得蠻配角獎的陳竹生 竹生也演了一個片子 怎麼會想到找陳竹生去中國大陸演 演這樣的一個角色呢 有點難以想像 對 因為我這個片子是在福建台的 對 然後當時我想這個旅館的老闆 我希望他是一個 帶有南方氣質的這麼一個人 然後之前我見了很多 就是演這種小人物的演員 都是北方人 他們給我感覺有點太北方了 所以後來剛好有朋友介紹主生 然後我們就 其實就是視頻通了個話 對 然後聊一聊聊得還挺好 然後 然後大家也都說他有語言天賦 但是非常地棒嘛 所以就 就解答過來 所以之前並不認識 就是這樣不認識 那這是一個太巧妙的一個題目 就這樣做了 那其實在這個片子裡 就是談論的這些問題 就是這樣講好 因為我們其實看過電影的人說 其實那些場面其實是看不到 我們知道發生一些事情 但看不到那個場面 但所有的議題是非常犀利 甚至讓人看得很心痛 那您在拍這個作品的時候 是先做了很多的甜言的調查 跟這些研究嗎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這個部分 對 寫劇本的過程中 也跟一些公益律師 是 心理學工作者 呃 這些人都有過接觸 然後聽了很多他們的故事 嗯 包括 就這樣的 其實這樣的案件 在網上也能查到非常多 因為發生非常頻繁 而且往往都是有頭無尾 所以 嗯 就是這些東西都給我很大的震動 所以 對 就當時就這樣 就想一定要寫這麼一個電影 我能夠又有理想 保持勇氣 又能夠創造一個藝術的高度 是這非常難得的事情 我們恭喜文彥導演 以嘉宁娃獲得 本屆金馬獎的最佳導演 恭喜您 謝謝